- 鞁幣的食欄 各位新来的鞁鞠鞠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新天币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敬陈老师 首先我们要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 以及有打电话进来 或在线上填写表单 索取这一份资料的合同资肯定 拿到买到真的是正当 今天虽然指数开高走低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义兄跟他所分享的股票 从上礼拜的一个竹笙课开始 6739的竹笙课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买在的一个9月4号 别人不敢买这个位置点上 在上礼拜167块9月4号买进之后 新上市贵股 大乡也大方无事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结果你可以看到昨天涨停板 今天怎么样 大涨在创新高 才几天的一个时间 5天的时间 5天的一个时间 让你可以开心大赚超过27% 这是我们代会员朋友 所定的一个股票 真的是感谢大家共商盛举 那么据出深刻之后 紧接着大兄送给大家的一个奔月表股所发股 第一档的一个所发股 第一档我送给大家哪一档股票 花红支 花红支 相信在上礼拜有打电话进来 或有填写表单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到啊 这礼拜花红支两天两根的涨停板 两天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真的是太胖了 恭喜大家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上有没有行情 我想不需要我再多说嘛 或许有些人啊 买错股票 赔了钱会觉得台北股票市场没有行情 那是你跟错的一个专家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懂得来找大兄 你看大兄带你所操作的一个主神科 带着会员朋友 把家族所所定的主神科 大兄送给你的一个花红支 两天两根涨停板 所以台北股票市场上有没有行情 当然是有行情 那么重点是 你能不能够 选对的产业买对的一个股票 那么既花红支 两天两根涨停板之后 那第二党第三党 到底 有什么样的利息 有什么样的利息 听好啊 今天大兄在开放一天 独家限量免费索取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份资料 或是你今天才刚收看大兄的一个节目 那大兄今天再度开放免费索取 那么怎么样来做索取的动作很简单 那么第一个就是QR Code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投资朋友 赶快审订一下 你可以通过的一个Night or Telegram 直接在线上停写表单的一个动作 那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最快 你今天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你就能够免费拿到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标股新年底 那一个Hotel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要赶快审订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真的查钱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呈现开高震荡走地的一个格局 那么为什么今天明明昨天的一个 美国科技的股费半指数昨天表现很亮眼 也带动今天早盘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开高 但是今天开高过后 为什么没有能够一股作气往上冲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信心不足之外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在修理一些的一个 的一个赏户的一个账户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可以看到到昨天为止 你看哦 从小台子的一个多空比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赏户还是怎么样 这个心态还是怎样还是偏多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为什么在这段的一个时间 指数每每开高上去的时候 结果又怎么样 又落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的行情 大家会觉得很沉闷 但是你看着 这一波的行情 在修理这些的一个散户投资朋友 一旦这些的一个散户投资朋友受不了了 然后再度的一个 翻空 翻多为空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一个被压已久的一个行情 即将 即将去世代化 那么再来 就是最主要有三大因素的一个影响 三大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明天早上九点 那么美国的一个贺锦丽跟川普 即将举行的一个首长的一个总统的辩论会 那你可以看到上次 因为川普跟拜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辩论会 那当时候的一个拜登 说真的 整个的一个辩论 哇真的是换腔走板 超乎市场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 也造就的一个美股啊 川普升市大涨美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下沙 台股也跟着的一个打喷嚏 所以这一次在明天早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贺锦丽跟川普啊首长的一个辩论会啊 那么这一场的辩论会 具有举足轻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键 因此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市场的一个买气 就开始怎么样相对的一个凝重 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这礼拜的一个 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美国又要公告的一个CBI的数据 跟PBI的一个生残者物价指数 那么一般预期啊整个的一个通膨应该渴望的一个 缓步的一个下降 那这样的一个通膨数据将会 决定美国联准会在 这个下礼拜9月78号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 那一般市场预期有的认为会降1码 降1马几率达到73趴 降2马几率不足的一个三成 那我认为应该是降1马的一个几率比较大 但是现在大家市场还是怕说 �도时候要给美国联总会 到底会降1马还是降2马 因为大家怕如果降2马的话 那是不是美国的一个经济 陷入的衰退 就会变成定局 这也是大家所担心的地方 那么再来包括了一个 包括这次苹果新机的发表 那苹果这次导入的新机的发表 它整个的销售的数量 到底如何 我想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但是不管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台湾的经济 在下半年整个的经济 到底是看好还是看坏 我想整个经济还是看好 你可以看到从外销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出口值8月份 续创新高 好到超乎预期 并且预期9月份 甚至下半年整个第四季 整个的一个国内的出口值 连渴望的一个这样持续了成长 那么这当然是要拜什么 拜AI之次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 大家担心的一个 这个飞达 带一个Blackware的一个晶片 这个地盈地乱问题 那这些的一个问题其实 其实都已经解决了 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它的一个影响生长有限 所以预估在整个的GP200 将在12月开始亮展 明年第一季会大量交互的 一个ODM的一个厂商 也代表是说 这一段时间被大家过度压抑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整个NVIDIA的一个晶片GP200 在12月开始会大爆发 大爆发会带动相关的公文店的一个业绩营运 再度大幅的攀升 然后包括台积电你可以看到 即苹果导入了三奈米的一个晶片之后 引发了一波出货的高潮 包括高通 联花科紧接着的一个辉达 操委这些都要导入了一个三奈米 那会带动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三奈米 在第四季再往上冲一波 尤其受到的一个台积电三奈米的接单热转 不仅本季的一个营收 美元营收可望再怎么样再超标 并且全年一个称呼 可望由原预估的一个26%到29% 上调到31%到34% 所以从这些种种的现象来看 包括VS恐慌指数你可以看到 昨天反弹今天马上怎么样 马上回落下来 所以整体的一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心里面的一个因素 还是大过实质面的一个影响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一旦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 那这段时间所续息的一个这样 续息压抑的一个能量 到时候会怎么样 会全面引爆 会全面引爆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一个这样 哇指数每天开高走低 哇我知道你在这个地方 你会很担心 会很害怕 但是大家兄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机会 看到的是财户嘛 我常说要成功就是要与众不同 如果你在下半年你想要赚大的 你在九月甚至在地私计 你的一个财务想要翻倍再翻倍的一个投资朋友 趁着现在 趁着现在赶快把握 那么怎么样来做把握 那我想重点还是在个股 那么在个股方面 我想台积电不需要我再多说 整个那个业绩真的是好到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拉回 你闭着眼睛买都会赚 就如同我在上年十八月五号 当天是阿拉丁里买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闭着眼睛买都会赚一样 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一个高点 1080块这个高点应该不是这一次的一个破断高点 那破断高点到底会在什么地方 你不必插跟上大胸的脚步就对了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 我们过去从200多块甚至500多块 带货员平有一路的一个 一路锁定上来 你看这一波台积电怎么样的一个上涨的 当然目前指数在震荡台积电难免会受到压抑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反而就是大家的一个机会 包括这个4星KY这些也不需要再多说 拉回双脚足底未来的一个 这个弹生力道将会更加扎实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红海也是一样 GP200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后第12月要开始量产 明年第一期大量交互 那大量交互会带动的一个 红海的一个营收 整个的一个业绩会怎么样 这个大爆发 然后在8月9月又有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苹果新机 的一个这样I16的一个拉货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海在9月10月 这个整个营运会持续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向上的成长 然后等到12月到明年第一季的时候 整个的一个这样 整个业绩会又开始大爆充 股价一定反应在前面 不会有反应在后面 所以你看到的是短线的震荡拉回 你会很害怕 但是大一兄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就是他赚大钱的机会 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从4月16号132.6 当时候的一个成本一路赚到多少 234.5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那这一次我可以告诉大家机会又来了 所以像这种股票不需要 不需要看 拉回就是机会 包括的一个莲花科也是一样 天气400的一个9400都已经要在10月上市 又要先进一波涨价潮 整个的一个需求 市场的需求比预期还要高 所以像这种的一个股票 拉回打第一脚后面还是会怎么样 还是会再上去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星光金也是一样 那我想这些都是过去我跟他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那么先阶段重点就是你只要避开一些不对的一个股票 掌握到对的层就对的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下半年真的会让大家看上去就好 所以除了有些的股票 你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避开之外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跌的一个股票很多都是 第一个有的是涨幅已经过大了 涨幅涨高股你就不要过度去做这价 另外就是8月营收不如预期 你产业进入旺季 但是你8月反而是衰退 比如说像九威科你看 8月衰退为什么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这么虚弱 今天下沙跌停板 那么全雨虚这个是电子的材料 因为涨幅大了嘛 虽然8月双生但涨幅大了今天就是怎样 今天就打喷地 所以涨大的股票不要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追 达麦也是一样 那么雨龙也是 8月营收衰退你看 哇今天杀身隆隆 巨庭 过去这段时间表现好像很强 很多人带你去抢进什么工具机的一个族群 抢进巨群 抢进一些的工具机的一个族群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马上打盆地啊 这些带你去抢进这些股票的一个专家 今天会拿出来跟你谈嘛 不会嘛 很多的一个专家 每天都只会跟你谈过去事 到底现在要怎么做 现在我到底要做什么股票 很多专家带你去抢进这些股票 比如说金采哥今天下沙跌停 我想今天又没有专家敢讲 涨的时候每个专家都告诉你 哎哟你看金采哥涨停板怎么样就怎么样 今天跌停板你要弄 你不用讲啦 资产营建这种股票说真的 业绩好没有错 业绩好 但是政府要打房嘛 政府打房这种钩票反弹就是卖啦 这种股票就不考虑了啦 那博腾你看真空建设设备 哇营收反而是双减 业绩衰退 我还又忘记这种业绩衰退 又破线转落下来 跌停破线转落下来 这种股票你就先避开 军工农德罩也是一样啊 好多人都说 哇国家要怎么样 要基础的一个打造的一个 要基础的一个 预波之间啊 未来要建造多少招的一个浅建啊 哇农德罩渴望受费啊 那渴望受费 但是问题是现在是不是好机会 现在是买点吗 还是要等待拉回 如果你买在不该买的一个位置 你看今天 今天甚至一度下沙几乎跌停板 你要怎么 啊平安不用讲裁员 公司订单 哇扫掉裁员 裁员几乎潮员一半 那这种股票为什么会一路破底 啊现金光过去我们大壮一波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们这次不做 我相信你看到了嘛 现金光你看最近怎么跌的 甚至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华锦店好公司啊 但是股价涨高了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追就不对了嘛 所以其实有些那个股票 甚至包括那个安果啊 这种种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最近表现相对比较疲弱 双红齐红也是一样啊 双红齐红过去我大赚特赚一波 为什么双红来到的一个七八百块 我要全数获利换口袋 很多人甚至买到的一个九百多块 那现在股价几乎要涨下来 那这些带你在最大高点的一个专家 现在这些股 这些股票涨跌下来他都不会跟你讲啊 你看着很多的一个专家都是这样啊 所以啊说真的谁谁才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啊跟实力来帮你啊 各位真的是要眼睛啊 真大看清楚啊 哦 全相信全市长啊 哦 真正啊有这样的一个本事跟实力啊 能够来帮你掌握啊 啊获利至胜仙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赢家就是谁 大胸我 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你看 之前我送给大家的一个联军 当时我带会没有所跟的联军 当时在79块 大胸也 大方无师跟大家做分享 你看最近的一个细功词体材怎么涨的 啊联军你看光是这一波大涨多少 超过1.3倍 哦超过1.3倍 啊联军大涨上来之后 紧接着一个 啊这个联军也这样 也跟着汉地拔冲大涨上来 你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涨超过1.2倍 哦 然后整个这个细功词的一个体材 哦 联军 联雅啊大涨上来之后 然后包括我送给大家的一个人的一个先户线 哦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送给你的时候 啊 在8月5号送给你 8月6号买在别人不敢买的地点上 一波大涨上来 先让你先赚将近五成 先赚将近五成 而且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表现仍然是相对强势 为什么表现相对强势 业绩会说话 数字会说话 啊 8月营收在创新高 哦 林甄的一个将近500% 啊 相信你很清楚嘛 我们带会员朋友选股的原则 我们就是从产业出发 从成长画梦嘛 方各月啊 把未来最具有爆发成长性的一个产业把它挑选出来 再从产业里面再挑选第一名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待会没有锁定的股票 竹生哥 五天那个时间 五天那个时间限赚多少 超过27% 这都小case啊 这些都是小菜啊 甚至啊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花红枝也是一样 送给你的花红枝啊 两天两个的一个涨停板 为什么他的表现能够这么强 理由原因 我在这个地方我都写得很清楚啊 哦 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啦 因为节目时间的一个关系啦 啊 你拿到的一个资料的投资朋友真的是赚到啊 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资料的投资朋友 第二档第三档 请你务必要把握 哦 当然花红枝今天涨林板明天再冲高 短线明比可能会震荡 不是叫大家去追啦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 很多人啊啊可能看到这个指数震荡在担心害怕 但是大兄却看到的是很多赚大金的好机会 而这个机会你怎么样来做把握 哦 下一档啊九月份的一个这样 奔月标股 大兄要大家传好啊 啊 今天再开放啊 啊开放啊 一天啊 都这些量免费收取 怎么样来做收取的动作很简单 哦 各位可以通过9end或telegram直接在线上 添加号标单的动作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24小时都有专人服务哦 那么如果说你有哦 任何出股上问题哦 那我想大家不必客气可以透过9end直接私讯给大兄 哦直接私讯大兄哦 哦但是记得啊要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络电话哦 哦那每个人选五档哦 哦那大兄也会针对啊个人啊 你的一个的一个个股啊提供完整的建议跟参考哦 哦不对股票哦 该出就出啊把不对股票出掉之后收为资金再换到对的股票 你看包括这个猪神科才五天的时间价差超过27% 好像是两天两根涨停板你是不是就可以帮你把啊 哦过去的一个损失给他撞回来哦 哦那么怎样把过去的损失给他撞回来 如果你有出股上个问题 各位可以透过9end直接私讯大兄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哦 大兄来祝你一辈子力哦 哦一个转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奔月标股今天再开放一天免贵所取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 219933 0223 219933 我们明天同学先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作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